就是让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的厌食症 竟然让一颗撒鸟牛丸给治好了 而且它已经在短时间内卖到皆知相闻了 原来发明这颗撒鸟牛丸的人呢 就是饮食界的传奇人物 前唐朝饮食集团主席曾有实行之号的史提翻舟 对了 史提翻舟 为什么你的撒鸟牛丸会这么受欢迎呢 不敢相信 就在3月1日晚 TVB黄金配角 朱文军在睡梦中病逝 仅55岁就因患肺癌离开了大家 他的突然离世令不少人感到愕然 迟迟不能接受这个悲痛的消息 朱文军患癌两年以来从未透露 病逝前几乎无人知道 这一消息爆出后不免令人感到唏嘘 好友透露他去世时很安详 好友蔡绍芬也发问哀悼 称太难过了 想念你 朱文军是第三期无线竞修班议员 因口齿伶俐且反应极快 所以被早早地安排做主持工作 朱文军在TVB拍戏超过30年 曾参演了不少经典港剧 尤其是在周星驰电影《时尚》中扮演记者 至今令人记忆犹深 最后愿朱文军老师一路走好 希望天堂再也没有病痛